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您一定很有感 那就是今年的春天非常热 南韩或许是很多社会的缩影 南韩的异常高温已经让他们的气象厅预测指出 南韩今年的夏天会遭受臭氧污染 暴炎和雨灾三重夹击 其中的臭氧污染严重的程度 甚至有可能奉劝不要出门 因为都市的废气加上日照强烈 再结合空气中的氧 会形成一种高浓度的臭氧 这个臭氧刺激了呼吸道系统 同时对肺会带来直接的伤害 这才会建议不要外出 因为在臭氧里面 口罩是完全没办法提供保护 南韩预测7月到8月将会有暴炎来袭 声音现象发挥会有大量的水汽流入朝鲜半岛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暴雨 您该记得去年8月首尔降下百年破季路大雨 江南区的市中心全部变汪洋 因此首尔市府是未雨绸缪展开了防灾演习 我们了解一下今年特别热提早热 那么夏天应该如何期待 才不过5月南韩天气已经像夏天一样热 动辄30度以上高温 人人开始换穿短袖洋装出门 民众一窝蜂聚集首尔新西川畔 人手一杯手摇冰影 乘凉泡脚降温 南韩春季异常高温现象没缓解 海连带使臭氧污染提早报道 南韩三月份就发布 今年首到臭氧预警是有记录以来最早 大气层当中的好的臭氧 能够帮助地球阻挡紫外线 不过空气当中的臭氧 并非自然产生 而是城市废弃经过强烈阳光照射 再结合空气当中的氧所形成 气温越高日照越强 臭氧浓度就会越高 专家建议白天应该减少户外活动 因为趋近无色无味的臭氧 和一般空无不同 就算污染严重也不见明显雾茫茫 容易使人误会是适合外出的好天气 而若不慎长时间暴露在高浓度臭氧环境 可能会对呼吸道系统造成刺激 进而引发肺部疾病 南韩气象厅预测南韩惊下比往年热的 几率约四成 澳洲加拿大气象厅预测数据更高达64% 因为西亚大陆积雪比往年少 菲律宾周遭海水温度也比往年高 推测南韩七八月份难躲过暴言来袭 江源到江陵市五月中已经出现35度破纪路高温 南韩新政安全部提早发布 今夏自然灾害综合对策 特别把暴言列为警示项目之一 关注独居弱势族群 务农者以及户外工人预防热伤害 同时也开始加强管理低洼地区和半地下住宅 因为南韩气象厅预测也指出 声音现象来袭 即将有大量水汽流入朝鲜半岛上空 南韩七八月份恐出现局部性暴雨 首尔市去年八月遭逢百年大雨 单日降雨量高达381.5毫米 市中心遭受雨淡袭击成了汪洋一片 就怕烟水噩梦重演 首尔24号举行风灾继水灾联合演期 其中在去年受灾最严重的江南区 模拟街道淹大雪的状况 出动大批警力风街交管 针对地市低洼地区 消防人员也在桥上实施吊挂救援演练 同一时间工部门小组则负责疏散人群 所有救援行动都透过道路监视网 与中央医面中心及时连线回报 索尔市府积极投入灾害演练 确保状况发生时能够将灾损降到最低 4年以后 만에 다시 발생한 구제역으로 축산 농가의 방역 비상이 걸렸습니다 여기에 아프리카 돼지열병까지 남아 중인 상황인데요 南韩政府蜡烛多头烧 这个月中还爆发口提疫疫情 蔓延中青北道11座寒牛养殖场 呼杀超过1500头寒牛 距离上一次出现口提疫病毒 时隔4年4个月 学者们认为不能够掉以轻心 南韩中央紧急派远南下封锁疫区 大消毒防毒口提疫擴散 目前仍未厘清具体感染途径 不排除为境外移入 TBS新闻综合报道 TBS新闻